今天是我们进食的第四天 也是我们全天进食的第三天 还可以吗 今天是3月31号礼拜三 我们一起要来莫想的主题是 坐在耶稣身上的一件美事 我们要读的经文是 马太福音26章1到16节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 就对门徒说 你们知道 过两天是逾越节 人子将要被交给人 钉在十字架上 那时 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 聚集在大祭司 称为该亚法的院里 大家商议要用诡计 拿住耶稣杀他 只是说 当节的日子不可 恐怕民间生乱 耶稣在伯大尼 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 有一个女人 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 趁耶稣坐席的时候 交在他的头上 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 何用这样枉费呢 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 周济穷人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 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他将这香膏交在我身上 是为我安葬做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 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 做个纪念 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的 尤大去见祭司长 说我把他交给你们 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 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钱 从那时候 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默想 默想一 基司长跟长老同样看见耶稣的生命跟神迹 可是他们却要抓耶稣 跟随主的门徒犹大 也看见却要骂耶稣 唯有伯大尼的玛利亚用极贵的香膏 膏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看见不等于认识 认识不等于全然的信靠跟跟随 我们一起来默想 我与耶稣是哪一种关系 我对耶稣的信靠跟跟随又有多深 默想二 香膏是用来高耶稣 或者是香膏变卖洲际穷人 都是服侍神 但是我们一起来思想 我服侍神的动机是什么 我在乎的到底又是什么 我们思想一下 这时候如果主邀请我做一件美事 在他身上 会是什么事 我会怎么回应 默想三 用极贵的香膏高耶稣的女人 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 她也曾坐在耶稣的脚前领受上好的福分 我们一起来思想 她对耶稣的爱 更重要的是 是她从耶稣的身上所领受的爱 以至于她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爱耶稣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祷告一 为自己能够放下各样的疑惑 放下教会里 或者是职场上的名称跟位置 单纯全心来接受耶稣的爱 也深深委身的来爱耶稣 信靠他 跟随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祷告二 在主面前 我们求主更新我服侍的心 为自己能对齐主的心 因着与神爱的关系 时常体贴主的心 凡事坐在神的心意当中来祷告 祷告三 因为爱耶稣 玛利亚 高耶稣的行动 极具先知性 我们这时候来为自己祷告 献上愿意像玛利亚一样 爱耶稣的心 进入到良人属我 我也属他的爱 使我也可以和玛利亚一样 带出一个体贴神心意的 先知性适风 非常开心 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八天当中 可以一起来进食 与神的爱对齐 要记得在这八天当中 我们不是要为主做什么 而是单纯的来领受 主耶稣在十架上 为我们所成就的大功 单单领受 父神对你我的爱 我们明天见 给你打算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